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5月6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聊一个呢,刚刚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美国的联邦法院呀,刚刚做了一个判决 驳回了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呢,是前总统川普诉推特的一个案件 川普告推特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推特关闭了川普的推特账号 那川普呢,就认为推特关闭了他的推特账号呢 是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 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赋予川普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好多人呢,可能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 很多人呢,非常的推崇美国的这个第一修正案 很多的美国的高华 就是那些移民美国的那些华人 他们认为呢,他们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他们就高人一等了 经常拿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来说事 觉得呢,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就是保护美国人的言论自由的 说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呢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可以骂总统 还不是有一个笑话吗 那些高华呢,就来气中国国内的这些民众 然后就说呢,你看,我现在呢,是高人一等 我有言论自由 我想骂谁就骂谁 我呢,甚至可以骂美国总统 你能吗 然后中国国内的人呢,就说 我也能啊,我也可以骂美国总统啊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 让美国的高华 让美国的很多人引以为自豪的 宪法第一修正案 那川普呢,在这个案件当中 就引用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 他觉得说呢,我是有言论自由的 别说我是一个美国总统了 当时他被关闭账号的时候 他还是现任的美国总统呢 对不对,再任的美国总统呢 都把他的账号给他关了 他就认为说呢,还别说我是总统 对吧,我是一个普通的美国民众 第一修正案不是要保护我的言论自由吗 推特凭什么把我的账号给我关了呢 那么今天美国的联邦法院的法官 就驳回了川普的这个诉讼请求 为什么 然后他说的是呢 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说不是用于推特这样的公司 今天我就看到 美国有很多的网友 他们就好生的不理解啊 说为什么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不适用于推特呢 推特是谁啊 推特怎么只有这么特殊呢 有的人还说 那为什么好多的美国人都赢了 怎么我们的总统打这么一个官司 反而输了呢 关于这样的一些疑问呢 现在我能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 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 那或者是呢 你是头一次看我的视频 或者说呢 你是我的老观众 但是呢 你没有看到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我之前的有一个视频呢 就是那个网友 美国的小镇小民 他第一次在我的视频里面 就讲解这个言论自由的时候 专门就讲解了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他到底是保护谁的 到底是规范谁的 限制谁的 到底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被侵犯了言论自由 你认为你的言论自由的 权利被剥夺了 被侵犯了的话 就跟川普似的 你能不能去告 你能不能告赢了 在美国的历史上 别人是不是赢了 赢得多 还是输得多 那小镇小民呢 在那个视频里面讲的非常清楚 第一次我发的他的那个言论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录音对吧 我发现呢 点击量并不高 后来我又给他发了一遍 那我发了两遍 如果你都没看的话 或者你看了你没有印象的话 你没有好好看 好 我现在呢 就告诉你 川普啊 他做一个总统 他都没有搞清楚 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是怎么回事 其实川普他没有搞清楚 宪法第一修正案 这还不足为奇 让我特别奇怪的就是 为什么川普那个律师没有搞清楚这个法律呢 真的让我非常奇怪 那现在我就给你讲一讲 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他的内容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他保护人们的言论自由是没错 他提倡人民有言论自由是没错 但是呢 这一项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他是来限制美国的国会的 他说呀 美国的国会 不得制定法律 来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 就这么简单 美国的国会 不得制定法律 来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 你可不可以引用这条法律说 任何的一个人限制了你的言论自由呢 你认为他符合吗 比如说川普现在就告这个推特 说推特呢 封了我的推特账号 就侵犯了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所赋予我的权力 他可以引用这条法律吗 这条法律里面有说 推特不可以限制别人的言论自由吗 咱们还且不说他这个行为是不是限制言论自由 就是这第一修正案有没有禁止推特什么样的行为 有没有来规范推特什么样的行为 对吧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他是说呢 国会不得制定法律 来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 他的主语是谁呀 是国会 那这个推特是国会吗 他不是国会呀 所以他干的任何事情 他卡不上这一条 所以那个法官就说呀 说第一修正案 他不适合于推特 不在于推特是私人公司还是上市公司还是什么公司 不在于这个 有的人说如果推特不是上市公司成为一个马斯克的私人公司的话 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些都不重要 关键是你要用这个第一修正案 你就得说你是国会吗 你不是国会这条就不管 所以就很清楚对不对 川普诉这个推特 不能引用这一条 所以你看 川普是不是不懂法 可是呢 川普他作为一个总统来说 还别说呢 他之前只是一个商人 就算是 你之前是一个学政治的 你也不见得 就那么懂这个法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只要是懂英文 你去看一下这个法律 你就知道这条法律 他就不适合你 对不对 很显然这川普呢 就没有去读这条法律 那川普呢 也许是觉得 我有律师 我有钱 我花那么多钱 雇这律师 我还用得着去研究法律吗 确实是 对吧 你已经雇律师了 你还用得着去研究法律吗 那咱们就在说 这律师真的是不咋地 川普应该花好多钱 雇那律师 这律师怎么搞的呀 律师难道也不知道 这个第一修正案 里面写的什么吗 就可见这律师 真的是不负责任 什么叫好律师 什么叫次律师 这个律师 你都称不上是好律师 你就连个律师 你都不是 对吧 这怎么搞的呀 这个川普 白花那么多钱了 如果我是川普的话 我要想 把我的这个 推特账号拿回来 我应该是这么高 这一个国家的法律呢 宪法为最大 任何的政府 企业 组织 个人 你所有的行为 都不可以和宪法相抵触 都不可以 包括立法会 对不对 美国的国会 如果制定一个法律 和这条相抵触的话 那就不行 这条法律就得无效 对不对 那推特是谁 给他的权利 来封了川普的账号的 就任何人的账号 美国是有法律的 美国的法律赋予了推特的这个权利 他自我审查他的用户的这个行为 这是美国的法律给他的权利 如果我是川普的话 我就会去挑战 我就会去挑战 那个法律 我就认为那个法律是违宪的 因而是无效的 明白吗 我去告这个立法会 这个法律呢 是无效的 这是第一步 我把这个法律告了无效了 然后呢 这个推特封我的账号 也就没有了法律依据 我这个账号 你就得给我恢复 应该是这么一个法律程序 但是呢 川普的那个律师 不是帮他这么打的这个官司 我看到美国的有一些网友说呢 说为什么别人行 为什么这个总统就不行 我倒是不掌握美国 他有个人去告谁谁谁 告除了国会以外的 任何的政府企业组织个人 而赢了的吗 按说任何的一个个人 如果你去告除了国会以外 就是这点法律 只有国会有可能侵犯 其他的不会 如果你任何一个个人 你曾经去告国会以外 任何的一方 而赢了这个官司的话 那我们只能说 这个法官判错了 是不是 这法官就判错了 如果真的是存在这样的案件的话呢 那这个美国的法官也够强 不仅美国的这个总统川普不懂法 川普的律师不懂法 就连美国的法官都不懂法 有的啊 我们只能说有的 比如说判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官 他是懂这个第一修正案的 所以呢 好多人你把美国看得特别的神圣 把美国人看得特别的聪明 你把他们看得呢 素质特别的高 其实真的是很盲目 很盲目 川普的这个案件呢 我真的是很为他不止 这个钱花的太远了 川普有可能到现在还不明白 怎么回事 你说他是糊涂人吗 美国人民就能选这样的一个总统 现在的呼声仍然很高 2024年的时候呢 有可能他会赢啊 如果2024年还是他和拜登两人对决的话 十有八九 我认为川普能赢 因为拜登当总统以来啊 真的是表现太差劲了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